你这老东西是不是眼瞎了 没看到老娘我正在倒车吗 这也能撞我车屁股上 你有没有搞错 我爸是在主干道正常行驶 而你的车是突然从路边窜出来的 就算我爸撞了你 但是按照交规 是你的权责才对 亲爱的 刚才我看了 这里没有监控 现在就是他们追尾了 你先回去 别忘记我是学法律的 这是交给我了 这是交给你了 让他们赔五十万 你把这事处理好了 我今晚奖励奖励你 允许你把十亿给我整到位 是辆车 可是我对象七十大寿 准备送给我的礼物 刚才4S电梯的路牛懒盖 我方向盘还没摸 就被你开了瓢 说吧 怎么赔 明明就是你的责任 凭什么要我赔 我车上有行车记录仪 一会我就报寻补 等他们来了 谁对谁错自然一目了然 行车记录仪是吧 现在没有了 今天你要是不赔五十万 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一个尾灯就要五十万 你们怎么不去抢啊 你们就是强盗 敢说我是强盗 是谁 到底是哪个混战东西 敢拿群扫老子 快给老子滚出来 是我是我 就是我 亲爱的 你来了 就是他撞坏了我爸的车 还砸了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现在反而我们 让我们赔偿五十万 阿搜 这事确实不太好办 现在我们没有证据了 团团 不用怕 有我 叔叔 这是交给我了 你是他男朋友 这是交给你处理 外卖老 是谁给你的勇气 说这样的大话 梁静茹吗 我不妨告诉你 我是法律系毕业的 就算打官司 你们也不可能赢 你好 请问是叶松叶先生吗 是我 我是全景律师事务所罗币 接到消息 你收购了我们全景律师事务所 百分之五十一的组分 没错 是我收购的 正好我这里遇到一些事情 再数前路 需要你来处理一下 好的老板 我马上过来 你等着 我的律师马上就到了 一个送外卖的 还请律师 真是高效 这样吧 我看你送外卖也不容易 就赔偿我十万就行了 好心劝你一句 与其花冤枉钱 请三流律师跟我们打官司 还不如乖乖赔钱 这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团团 你和叔叔先转过申请 怎么的 想求我 和我讲假 怕在女朋友面前丢脸 没错 我想和你好好聊聊 你看看你 走路怎么这么不小心 这下摔着了吧 你等着 我要告你 我要报警 这没有监控 也没证人 明明是你自己摔倒的 为什么要说我打 团团 你看见是我打的吗 没有没有 没看到 啥都没看到 好 你给我等账 我会在法庭上说 你们是开车故意撞的 少了五十万 这是完不了 我倒要看看 你选的律师有多屌 在山京这一天 知道我大名的 见了我都得给我跪下 你好 我是全警律师事务所罗宾 非常抱歉 堵车来晚了一点点 怎么可能 虚然是罗宾 罗宾律师居然是你 我买过你的书 还听过你的课 是你的忠实粉丝 爸爸 吻了 这下吻了 事情是这样的 好的老板 我了解了 这件事交给我就行了 你能有几成把握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吧 百分之两百的胜利 还是有的 如果你看那个 消垂的不顺眼 我稍待把他也送进去 你这样说 我就放心了 亲爱的 情况有变 对方请了个律师 我怕我自己搞不定 压我过去 你特么不是跟我说 这事交给你了吗 亲爱的 对方请的律师 是全警律师事务所的罗宾 全警律师事务所 也接这种小案子 对方到底什么来头 对方是个 对方是不是送外卖的 你特么逗我呢 送外卖的能请得起罗宾 亲爱的 你还是来了 再说吧 好吧 真是没用的废物 这点事都办不好 咋好了 让猪给追尾了 撞猪身上了 自己摔的 不小心摔的 小兄弟长得挺帅 不过怎么看 你也是个要犯的 去你吗 老子是送饭的 这位女士 事情的经过我已经了解了 现在已经不能单纯的定义为交通事过 而是敲出杠材 你痛了人呢 老娘不就是倒车把他撞了 既然我挪不了你们五十万 老娘还不要了呢 我们走 你感觉我能让你就这样走了 那你想怎么样 公事公办 不行 如果走程序 我不光得不到赔偿 还要坐牢 那我们就私了 说吧 多少钱 十亿 你那么疯了吧 要十个亿 老娘不喜欢你这样的 否则让你一晚上十亿十亿的不停